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早年底现身乌克兰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冷战情室 我是林远山 在世界领导人聚集在印度尼西亚20国集团峰会之际 美国和俄罗斯的最高间谍头目在土耳其会面 就乌克兰战争举行秘密会谈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首次面对面的高层接触 11月14号 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负责人 纳雷什金在安卡拉会面 白宫表示 他们讨论了使用核武器的问题 并强调 伯恩斯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 在基辅胜利夺回赫尔松时候 美国一直公开呼吁俄乌和平谈判 而且在安卡拉会议之前 乌克兰已经得到了通报 那么这个秘密会议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呢 据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主要议题是减少核生级的风险和交换战俘 伯恩斯代表美国领导层 再次警告俄方高层 不要实施俄国领导层中不负责任的人所表达的威胁 即通过在吴国领土上使用核武器来升级 伯恩斯还明确告诉了纳雷什金 如果对吴国使用核武器 俄国将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什么 另外据悉 对任何北约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决定 将是普京的最后决定 双方在交换战俘的问题上 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 会发生更多的战俘交换 不过在乌克兰的行动 和为恢复和平可能进行谈判的问题 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只进行了表面讨论 没有做出具体决定 纳雷什金在给普京的报告中表示 美方向普京本人发出警告 如果他在乌国升级战争 克里米亚就将自动被排除在和平提议的讨论之外 并且将克里米亚立即移交给乌国 也将成为谈判和撤退 以及达成和平协议的先决条件 我们在几天前报道过 普京首次收到的和平提议中 曾经承诺 俄国可以暂时保留克里米亚七年 为此 乌国在七年内不能加入北约 所以 这个警告意味着一旦普京升级战争 就面临着马上失去克里米亚的危机 可以说 克里米亚是保全普京权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消息人士还说 纳雷什金与伯恩斯的会谈结果 将成为本周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会议的讨论主题 普京还计划通过视频会议 与纳雷什金交流 普京的手很痒 想做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 扭转局势 但他的手被绑住了 而且这个结越打越紧 据克工消息人士称 11月11号和12号 普京打了两个重要电话 11号打给了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 12号打给了伊朗总统莱西 在中非共和国 普里格金的瓦格纳雇佣军 保护着储存在地下特殊仓库里的 普京的金钱和黄金 总价值为148亿美元 2018年7月 俄罗斯记者 折马尔 拉斯托尔 格耶夫 和拉德勤科 就是因为调查这些财富的下落 在普里格金的直接监督下 在普京的执行和许可下 被雇佣军杀死了 普京与图瓦德拉交谈 主要是想摸清中非共和国的状况 确定其总统的忠诚度 并暗示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访问该国 普京认为中非共和国是他本人和他的亲人 在紧急情况下撤离俄联邦之外的两个选择之一 普京现在认为撤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重要的是把地点落实 此外 普京与伊朗总统莱希进行了第二次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话交谈 帕特鲁舍夫对德黑兰的访问不是很成功 伊朗仅仅承诺 在新年前交付俄罗斯要求的无人机数量的四分之一 而新年前交付弹道导弹非常困难 明年春天才提供所要求数量的一半 因此普京决定亲自催促莱希 莱希只是答应加快旅行订单 并没有具体细节 而普京却明文承诺 要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专家 现在普京处于破译局面 不仅没有好奇 而且每步行动都会恶化局势 他现在没有实现既定目标的武器 更没有守住占领地的武器和机会 前几天 虽然普京亲自收到和平提议 但他只想通过展示实力来强加他的条件 然后才能讨价还价 但是提议方很清楚普京的实力和能力 只要普京穷尽一切手段升级战争 就会收紧条件 普京肯定是输了 现在需要了解的是 他输的有多惨 俄罗斯撤出涅布和游玩后 五角大陆的国防高级代表 在简报会上做出了惊人的预测 俄军在冬季不会离开乌克兰 双方会有一场恶战 那么这场恶战在前线的哪个位置呢 不同的军事专家给出的看法大不相同 有说顿巴斯将会有一场恶战 也有的认为俄军会从顿涅斯克市撤军 13号周日 乌克兰已经从赫尔松抽掉了7万兵力和全副的装备 在涅布洛和克莱泽门丘克过了涅布河 前往增援其他的战线 有专家认为乌克兰非常可能增援巴赫木特和顿涅斯克前线 他们的观点是顿涅斯克和巴赫木特前线 已经进入了北顿战役模式的消耗战 俄罗斯具有火炮优势 执着于夺取某个城镇 而乌克兰人也是要从这种执着中 提取最大的俄军伤亡 乌克兰急需兵力和装备的增援 乌军前副总参谋长罗曼年科中将 则对乌克兰在其他前线的勇兵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乌军不一定会死磕顿涅斯克市 反而会声东击西 让这里的俄军自动撤离 罗曼年科中将认为 撤退的俄军却是有25至30个 营战术群可以用于其他方向的战线 乌军在霍尔松方向的前线已经缩短 也有能力向其他方向释放相当的兵力 但是乌军不会正面攻击顿涅斯克 会考虑不对称作战 也许是从扎布罗热方向 攻击梅利托波尔 马里乌波尔 比尔江斯克 同时从卢干斯克方向进攻 收复斯瓦托夫之后 只取卢干斯克市和北顿 他表示 顿涅斯克市的俄军 会因为乌军在各条战线的运作 害怕被包围和断梁 最后被肢解 因此他们很有可能选择离开顿涅斯克市 他指出 赫尔松州的西侧 在乌克兰手里 乌军现在可以对克里米亚的后勤路线 进行火力控制 如果基辅能再取得一至二次这样的作战胜利 就可以保证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战略胜利 乌军一直期待着美国能支援 配备地域火导弹的MQEC灰鹰无人机 现在美国终于有松口的迹象了 这款无人机正在美国的改造过程中 随后会移交给乌克兰 CN参考两名美国官员的披露 对此进行了报道 美国国会的一位官方代表证实 美国陆军目前正在着手改装 灰鹰无人机 只是需要时间 并且相当复杂 如果不进行改装 可以携带四枚地域火导弹 在8800米高空长时间飞行的灰鹰 不太可能援助给乌克兰 另一位官员说 灰鹰的系统太高级 很昂贵 主要武器是AGM-114地域火导弹 射程10至12公里 就在俄军的防空区域之内 很可能被打下来 而且莫斯科已经引入了特殊的奖励机制 鼓励俄军士兵击毁美国支援的装备 CN介绍说 龟鹰携带的地域火导弹 杀伤力极强 同时也能为乌军提供更强大的情报收集 和远程侦察能力 增强地面火炮的标准标定 还能和俄罗斯的无人机作战 该媒体表示 美国不想冒险的部件中 很可能包括诺格公司的AN-ZPY-1 小型战术轻重量雷达 这种雷达重量仅29公斤 大小时边长30多公分的正方体 功率达到了750瓦 在8公里的距离上 能探测到一个人 而且是全天候的探测 光学和热成像技术根本无法和这种雷达的技术相比 另外一个设备就是雷声公司的AN-AAS-53 此外就是军用卫星通信系统 据了解这些部件会被即换成乌克兰已经使用的装备 例如代替AN-AAS-53光电系统 可以换成L3公司的Wescam MX-15D 拜卡无人机就是用的这种瞄准器 均用卫星通信 可以用星链代替 至于说灰鹰无人机上最昂贵的设备AN-ZPY-1雷达 这个要找到替代的可不是太容易 前面讲到的改装已经设计改变悬挂和通信设备 这会造成飞机的不平衡 因此还需要修改结构 加上设计和测试过程 预计灰鹰抵达乌克兰 少说也要一个月 年底之前能过来 已经是最快的预测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